冷落G7领袖拥抱金正恩法外常不满川普 美国总统川普和七大工业国G7 盟邦爆发举短短数日后又实质拥抱北韩独裁领袖金正恩 法国外常乐德里安今天抨击川普的颠覆外交政策 乐德里安 指出川普和金正恩昨天举行历史性高峰会 毋庸置疑向前迈进一步 但他对川普的外交操弄表示担忧 乐德里安说 在短短一天内 大家看到川普总统攻击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后者是美国的历史性盟友 还有川普总统在魁北克举行的G7峰会后和所有与会盟邦决裂 第二天他就实质拥抱出身于共产主义专制政府的独裁者 不过就在数天前 他说他完全反对专制政府 乐德里安接受法国数位电视频道Cnews访问时表示 我们正处于颠覆情势中 川普总统已决定逐渐拆除自上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多边主义机制 现在是一个不安且危险的时期 美国正把自己关在权力堡垒内 与外界隔绝 一如许多官员 乐德里安至疑金正恩能否兑现协助朝先半倒摆脱合武的承诺 乐德里安表示 金正恩的父亲过去曾装枪作态要卖相去核化 却毫无结果 所以如今传出好消息 我们姑且相信 但要确保川金会上一再夸耀的去核化原则 是真正不可逆且可验证